王爷 给您炖了鸡汤 这你亲自做的 当然了 尝尝看 怎么了 很难喝吗 那倒不是 就是有些烫嘴 都给本王烫坏了 你看 这 镇主 陆无忧 你想干嘛 害怕什么嘛 这以后我们是一家人了 林医互相照顾 你说是吧 怎么了 娘娘 不好吃吗 嗯 我有了 什么有了 我怀孕了 真是好吃啊 娘娘 要不要告诉王爷 真是天助我已 娘娘 试试这个吧 嗯 我不想吃 怎么了 不舒服吗 我喝水 王妃 王爷有请 王爷这么快就知道了 走吧 王爷 你找我呀 你有什么要对本王说的吗 嗯 你都知道了 你怀孕了是吧 是啊 我还想着看到你跟你说呢 陆无忧 你回来别人的爷主 还好意思跟我说 你在说什么呀 你倒是挺狼装的呀 我现在才知道 只是想瞧你了 王爷 你就饶了姐姐吧 你别怀 对不起 王妃 喜儿 喜儿不能再隐瞒 你和沈公子的事情了 喜儿 你 你在胡说什么呀 王妃 对不起 喜儿没有脸再见你了 嗯 嗯 嗯 有什么可说的 孟仙尘 我从来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信不信随你 我累了 我先走了 王爷 王爷还是回去吧 王妃还是不见 行了 我知道了 他流失了 周遇已过半 懂未知远朗 而我的心卷已随你 就传了 我知道不应该等待 耍到却还要什么脸 是不用错问你的每一面 梦醒我又张开了眼 有万有梦见你一遍 舔不过心跳的瞬间 时间过得如此的快 可我们还是没有存在 请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掌头所有的期待 彼此分而复去 该思念还在延续 爱情不可以 在作严慰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约定 我相信 我只想要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写写你所有的心愿 无论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约定 我相信 我只想要和你 在一起 柔儿 可爱习惯吗 只是 有点想家了 柔儿 这就是本王 特意派人打造的街道 怎么样 是不是和你家乡一模一样 我只想要和你 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写写你所有的心愿 无论是什么结局 小剑 王爷他 他走了 什么 今天可是新婚 王爷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碧儿 你过来 一会儿我们 就这样 然后呢 谢谢 用扇吧 嗯 王爷 姐姐就在那里 我们这样不太好吧 来 吃鱼 嗯 王爷 这鱼 我不敢吃 处在那干嘛 还不过来试菜 嗯 吃啊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报告王爷 我真的吃不下了 你吃得一点都不剩 我们还吃什么 王爷 你别生气嘛 下次我给你留点啊 王爷 如而不饿 姐姐怕是饿坏了吧 那倒没有 是因为王爷的府中厨子 做饭太香了 我就忍不住把它全吃光了 爱吃是吧 来人 张嘴 是 浪贤臣 你个狗屁王爷 好歹我也是你王妃 你不仅让我给你和小妾试菜 还想张我嘴 本王的王府 本王说了算 浪贤臣 你个王八蛋 你放开我 不仅让我打死你 看法不打死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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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快快 贤女去世了 贤女去世了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怎么样了 李太医 怎么样了 成不过今晚了 你是来看本王笑话的吗 有谁救不了他 我盯上你去陪葬 没有我的允许 任何人都不准进 汐儿 看住了 若谁进去 就是不想让郡主活 你是谁 来救你的人啊 没用了 太医都说 我活不过今晚 他们是庸医 庸医兽的话你也信啊 你真的能救活我吗 试试看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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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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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主 郡主 你身体怎么样了 你来干嘛 前几日没能及时看郡主 是因为 唯有轻微中毒 还死不了 还好王妃给我解了毒 王妃 嗯 这太医都解不了 王妃还真是厉害呢 你什么意思啊 字面上的意思啊 我的郡主 你太单纯了 郡妖 诶 郡主来了 你这么快就好了 你是爸不得我死掉吧 这是说哪儿的话 我要是想你死 那我救你干嘛 你就是想在我哥哥面前要呼 说不定 毒就是你吓的 你这话说的 我可伤心了啊 我说的嘛 郡主这么单纯的人 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啊 原来是有人骄傲 姐姐这话我就不懂了 郡主是成年人 难道在姐姐眼里 郡主很愚蠢哦 那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可没说 来人 把陆无忧关进柴房 不准给他任何吃食 哎 你就这么对你恩人啊 湛不说你是不是想要毒害我 前几日救我的时候 给我喝的是什么 这几日不光是身上 嘴巴里也一直是超轰轰的 这几日不光是身上 嘴巴里也一直是超轰轰的 哎 你们竟敢这么对我 我是王妃 等我出去 又你们好看 你个死巴婆 我救了你 你还跟我关进牢里 算了 算了 要是让郡主知道 我给她喝的是屎尼药 那还不得杀了我 算了 关几天就关几天吧 嗯 谁 你受伤了啊 没有没有 来起来 起不懒 我扶你 哎 你这伤哪儿了 我把你伤 哦 我知道了 内伤对不对 把眼睛闭上 好 就像在一身 一样的 胜闭 你了 真乖 可以睁开眼睛了 给 这是什么 这个是可以治愈你的药 喝吧 刚才我看你明明在这 你怎么变得来的 其实吧 我是个魔术师 魔术师 就是可以 你想要什么 就可以变什么 那不是神仙吗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啊 喝吧 喝完你就好了 你可以坐下休息一会儿了 明天早上肯定会好 你叫什么名字 洛无忧 洛无忧 有事 没事 这哪是柴房啊 富敏是牢房啊 有了 醒醒 给你带了吃的 吃这个吧 这个好吃 这是什么东西啊 肯德基啊 很好吃了 肯德基是何物 就这一个我给吃了 你吃懂泡面吧 这个是肯德基 这个是可乐 可乐也很好喝的 往嘴里一吸那感觉 来 这怎么这么沙口啊 没事 第一口就这样 你再喝一口 不懂欣赏 来来来 这样 我把这个分你一半 这个可香了可好吃了 好吃你尝尝 这个真的不错 来来来 你多吃点 这个是蛋挞 你尝尝 找点什么玩呢 我的手机 就你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啊 长得这么帅的小哥哥 当然要拍照留念了 这不是我吗 这不会 这什么是婚系吧 来来来 把女活还你 看着啊 没了吧 吓死我了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姑娘 这个啊 就是以后谁惹我 就把她魂勾走 不要 王妃最近 怎么这么消停了 听说郡主和容夫人 把王妃关进柴房了 甚好 甚至她来烦我 可是 怎么了 郡主吩咐 三日不给王妃饭吃 今日已是第三日 什么 你说王爷知道了 是的 王妃 走 去叫一下郡主 左三圈 右三圈 脖子扭扭 屁股扭扭 黄兄 我不是有意的 胡闹 扭得好小啊 你们在干嘛 嗨 黄兄 陆幽 我把你关进柴房 怎么我小哥也在啊 王爷 你别生气 王妃肯定不会跟燃王有什么的 你放开我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知道 你放你放开 你 你想干嘛 就这么寂寞难耐吗 你胡说八道什么 偷人都偷到柴房去了 我才没有 是他们陷害我的 好一个被陷害啊 懒得理你 我就要走 怎么 又要去找人约会吗 我乐意啊 我就愿意怎么定 你是本王的女人 你还知道我是你的女人啊 大冷天 让我投糊 在你和别人的婚礼上 让我出丑 那个时候 你怎么不觉得我是你的女人呢 你就是这么自大自私 自以为是 霸道的臭男人 往后余生 我不想再爱你了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也是 往后余生 我不想再爱你 不想再爱你 不想再爱你 我被欺负了 以后我再也不会对你们心存手软 小姐 现在那个小贱人 一个人在沐浴 好 让我们君主去看看 请终于遇见你 多少次太安静 露药 露药 你对本剧主做了什么 你 搞得这样对我 然后呢 你疯了 这才刚刚开始 再让我发现你和慕容容 你们俩 既想和我作对 我会让你成的我复仇的滋味 王妃 人王来了 知道了 乌妖 你没事吧 我哥有没有伤到你 我没事 对了 你伤怎么样了 你不早把我治好了吗 是啊 独猪 今天我要你好看 独猪 我可不是这样吓的 你 你吓出什么 小样 跟我玩 还愣了点 我知道你平日里就看不惯我 设计陷害我 放开我 怎么 疼了 住手 你干什么 他先招惹我的 孟玉 在 将这个女人拖出去 请拿二十大鞭 让她知道知道 欺负本王的皇妹 是什么下场 昨天还说我是你的女人 今日就如此对我 果然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以后我是不会相信你了 还有啊 不想让我动你身边 这些女人呢 就让他们安分一点 少来惹我 如果惹我的话 我必还 渣男 走吧 去哪儿受罚 王妃请吧 我是渣男吗 她都欺负到你妹妹头上了 你还好意思问这个 真渣 姐姐 身体可好些了 你来干什么 听说姐姐被王爷打了 先等姐姐来看看姐姐 这不 我让碧儿 给姐姐带来好吃的糕点过来 少在这儿假惺惺的 滚出去 乐物药 你少在这儿给我装 信不信 我让王爷随时杀了你 我看你是找死的 骆妖 你给我扎了什么东西 让你闭嘴的东西 愣着干嘛 还不快走 以后 比你皇嫂云一些 我真的搞不懂 她这么好的女孩 你为什么不好好带她 把她关入柴房 还不给她饭吃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血 我的女人 还录不到你来管 你会带她不好 我偏要管 浩然 过来 你干嘛去了 和选辰兄 谈了点事 他没为难你吧 没事 对了 无妖 上次那个 四四方方的东西 就像 可泽鸡 好像是 今天还能给我遍吗 管够 走 你看着我干嘛 有点好看 就你会说话 我说的都真话 真好看 无妖 快吃吧你 王妃 自是好看 吃完了 出去吧 别忘了 无忧是你黄色 如果你不想看到 别人说闲话 那就离他远一点 这种话 我不想再说第二次 来 你不是喜欢吃吗 都给你 滚出去 陆无忧 你就没有什么 对本王说的吗 就是你看到的那样子 要法便法 说吧 这次又几遍 就这么想被抽鞭子吗 这不是你一贯的伎俩吗 就这么想被抽鞭子吗 这不是你一贯的伎俩吗 这是什么东西 为何本王从未见过 你见过才怪了 你是说本王见识少 是土鳖了 那 这可是你说的 我可没说 这是什么东西 这么难喝 也就你这样的怪女人 才喝得下去 是你享受不了好东西 还是浩然好 浩然就很喜欢喝 不要在我面前 替别的男人 否则 你生不如死 浩然本来就好啊 还不让我说 臭男人 竟然让我跪这么久 老娘日后 一定让你好看 原来这是咱们的王妃啊 这是怎么了 我前几日跟你们说啥 你们忘了 慕容容 你还是不要惹她了 郡主 你还怕她不成了 怎么会 这府里我连哥哥都不怕 怎么还会有我怕之人 慕容容 你这激将法 对这个笨郡主 还挺管用的嘛 你 陆无忧 有本事别使阴着 看看我们谁厉害 时刻奉陪 哎呀妈呀 别扔扔 小声点 你也要欺负我 表哥 你怎么来了 老爱 我想你了 和你这样 真的太冒险了 可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 表哥你快走吧 让人看到不好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完全全在一起 表哥你别这样 我已经嫁给冷王了 四家里和你这样已经不对了 我是不可能和你有未来的 难道我们要一辈子都这样吗 如果你能接受 可以这样一辈子 你放心 我的心和我的人都是你的 只是 人不在你身边而已 就因为我没关系 就因为我没他有权有事吗 你宁愿给他做小孩 也不愿成为我的正事 好了 不要再抱怨了 我真的要走了 照顾好自己 谁 真是可怜啊 你是 陆无忧 你怎么来了 墨玉 让他们两个都给我带回去 是 不好了小姐 表少爷被王爷带走了 看样子王爷很生气 不会被发现了吧 反正我深正不怕影子邪 王爷 误会啊 我与王妃 今天真的是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 就要做这种事情 陆无忧 你是有多寂寞 且不说我没有 就算是有 那也只能证明 冷王你无能 王爷 饶命啊 我与王妃 真的未有瓜葛 王爷 你是真的误会姐姐了 这个男人 是我表哥 他今日 牺牲 侍候我的天生僻女 他两人之前 在府里就好上了 但姑妈嫌弃 碧儿是丫鬟 硬是不同意 今日表哥来找碧儿 我便让他离开了 刚好遇到姐姐 我便让姐姐 帮我劝劝我表哥 真的是这样吗 是啊 是 既然是误会 那你不会解释 解释有用吗 你又不会信 现在既然误会 已经解除了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姐姐 嗯 放心 只要热口你不留我 你和你表哥那些事 我是不会和别人说的 你来干嘛 你来干嘛 你是本王的女人 本王为什么不能来 我这可不欢迎你 既然这样 那我偏要来 那你请自便咯 你怎么还没走啊 你忙完了 忙还是没忙完 你要干嘛说吧 过来 干嘛 关于爱 谁来提起 对自己 放开你的手 别碰我 罗无夭 你好像 变 变漂亮了吧 我知道 不只是容貌 而我仍在这里 陪你等 你以前满心满眼 都是本王 如今 在你的眼睛里 只看到了厌烦 这不是正如你意吗 省得你闹心 是个孤零 啊 秋日一过半 东未知圆满 而我的心 却已随 王妃 这个可真好吃 是吧 嗯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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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王爷赐给你的 冷闲尘 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啊 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 王妃误会王爷了 人留下了 那属下告退 这冷闲尘 脑袋是不是瓦特了 故意讨年龙 欢喜 你看这月亮又大又圆呢 王妃 王爷赐给你的 什么意思啊 我不知道 这该不会也是王爷送的吧 哪个王爷啊 肯定是冷王啊 冷王 嗯 你也吃啊 嗯 奴婢不敢吃 你吃吧 没事 你去段副碗筷你自己吃 王爷 奴婢去给您拿副碗筷 怎么样 王妃吃的可还开心 说吧 你的目的 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了 你是本王的女人 本王对你好 不是应该的吗 不应该 看 在我的印象中 你每天都虐我 以后 我不会吧 慢点吃 没人跟你想 我去 我去 这也太可怕了吧 谁 你找死吗 不要 我来了 这么晚了你来王爷书房干嘛 你不是让我来救你吗 我准备好了银两个马车 我带你离开吧 我生活得好好的 我为什么要离开啊 你听谁说的 你们在干嘛 王爷 黄修 剑女神我要杀了你 吓死我了 还是我们那儿好 不用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不过 已经跟那个王爷那个了 他长得也不赖 要不要 以后讨好他 省得自己天天担心嘛 就这么决定了 王爷 给您炖了鸡汤 这你亲自做的 当然了 尝尝看 怎么了 很难喝吗 那倒不是 就是有些烫嘴 都给本王烫坏了 你看 这儿 镇主 陆无忧 你想干嘛 害怕什么嘛 这以后我们是一家人了 林医互相照顾 你说是吧 王妃 什么事 你去告诉表哥 叫他过来 是王妃 沈兄 这时又来找你表妹了 你 放心 我可没和别人说 不过 你最好带他离开 要是哪天让王爷知道了 你们可没有好伙子吃哦 我知道 你怀孕了 我带你离开 不 我不走 冷玄尘他根本就不爱你 他除了能让你吃饱穿暖 他什么都给不了你 那也比跟你在一起强 柔儿 我需要你帮我 娘娘吃点心 怎么了 娘娘 不好吃吗 我有了 什么有了 我怀孕了 这是好吃啊 娘娘 要不要告诉王爷 真是天助我已 娘娘 娘娘 试试这个吧 嗯 我不想吃 怎么了 不舒服吗 我喝水 王妃 王爷有请 王爷这么快就知道了 走吧 王爷你找我呀 你有什么要对本王说的吗 你都知道了 你怀孕了是吧 是啊 我还想着看到你跟你说呢 罗无忧 你怀孕了别人的夜主 太好意思跟我说 你在说什么呀 你倒是帝王庄的呀 我现在才知道 只是想瞧你了 王爷 你就饶了姐姐吧 你别怀 对不起王妃 喜儿 喜儿不能再隐瞒 你和沈公子的事情了 喜儿你 你在胡说什么呀 王妃 对不起 喜儿没有脸再见你了 你有什么要说的 孟仙尘 我从来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信不信随你 我累了 我先走了 王爷 王爷还是回去吧 王妃还是不见 行了 我知道了 不应该等待 说到去还有什么 是不用错过你的每一面 梦醒我又张开了眼 走啊又梦见你一遍 停不过心跳的瞬间 时间过得如此的快 可我们还是没有存在 请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张图所有的期待 彼此凡爱拂去 该思念还在延续 爱情不敢依赖多远的距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约定要相信 小姐把她扔在这不好吧 把她扔在这荒郊野岭的地方喂狼 都是便宜了 狼宣臣你就从未信过我吗 难道你让本王养着你和别人的野种吗 冷宣臣还是不为信我 冷宣臣 陆无忧已经死了 这一世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听说冷王自己选杯了 可不是嘛 也不知道冷王单身这么久 怎么过来的 你小点啥 小心被人听见 怕啥 这不好奇嘛 我跟各位小主说 保不起你们谁 就是未来的王妃 一定要好好努力呀 哎呀强公公 那王爷喜欢什么样的女子 当然不是你这种 没见过世面的啦 你说谁没见过世面呢 我看你这鳄鱼奉承的小人 你凭什么打我 他带我打的 怎么 你不服吗 你在选秀当日无分寸 我一个左丞相之女 还打不得你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你爹官比我爹大吗 有什么可好恨的 滚开 你敢帮她 我连你一起打 司徒小姐 怎么说你也是名门望族 在这里欺负一个小女子 也太不光彩了吧 你少多管闲事 我是不想多管闲事 不过 你影响到我心情了 松 松开 好啦 各位小主跟我进宫吧 王爷 皇上让我带您去大殿选妃 让皇上自行选择便是 王妃都走三年了 您也该放下了吧 各位小主 请在此等候 今天多谢你帮了我 我叫李柔 是礼部侍郎的女儿 我叫半无心 以后请多关照 好呀 就一个礼部侍郎还在那儿攀亲 很不自量力 不知各位姐妹 为皇后娘娘准备了什么礼物 哎呀 这颗夜明珠可是世上少有的呀 我整个东营只有一颗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见到呀 是啊 这是咱们司徒大小姐 送给皇后娘娘的礼物 牛什么牛啊 虽然我送给皇后娘娘的 不是什么直行的东西 但是这是我在亲恩寺 为皇后娘娘祈祷的舍利福珠 对了无心 你送给皇后娘娘什么礼物啊 呃 我没什么特别的 嗯 送你什么好呢 不行 就她了 各位小主跟我来吧 皇上皇后娘娘 下面的秀女 都是所有大臣们推选的 近日也都带了些礼物给您 好 这是柔儿孝敬皇后娘娘的 哎 这么贵重的礼物 柔儿有心了 拜见皇上 皇后娘娘 我送的是前几日去金安寺 为皇后娘娘祈祷的佛珠 这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啊 我明明记得有的呀 哟 你这是在逗皇后娘娘玩吗 这盒子里什么都没有啊 来人哪 小女子般无心 见过皇上皇后娘娘 小姑娘刚刚说的不错 李姑娘确实是在逗皇后娘娘开心 不过刚刚只是前奏 接下来才是最精彩的 禀皇后娘娘 东西已经在小姑娘身上了 半无心 你少胡说 东西在我这儿 我怎么不知道 能让你知道 那怎么能 逗皇后娘娘开心呢 能让你知道 那怎么能 逗皇后娘娘开心呢 我的佛珠 好好好 这个好 这个好 来 王爷到 不知你想送皇后娘娘什么 回冷王殿下 小女子想送给皇上皇后娘娘的 是小女子自己制造的 她能记住瞬间的美好 快 给朕展示一下 是 这个 这个好 来 好 好 这个有意思 真神奇啊 再换个姿势 好 这个好 好 重重有赏 赏 冷王 冷王 朕今日给你选了一批秀女 你可以在其中选一名当正妃 剩下的全给你当侧妃 你意下如何 骆无忠 是你吗 是你吗 我整理找得好苦啊 无忧 王爷 救她了 她 正妃正妃 正妃 你 你不是她 你不是她 王妃 王妃 不要跟我 王妃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怎么大喜这日 我能见不着王爷吗 你们 不要跟着我了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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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今晚去哪个妃子房间 她不是洛武吗 王妃来了 你来干嘛 今天是大婚之夜 你说我来干嘛 本王对你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 那也要试了才知道 既然你喜欢这儿 那送给你好了 别 别生气 看得出陶冶一下情操 给王妃请安了 妹妹 敬爱了 日后啊 去管我叫姐姐吧 好 姐姐 妹妹们跟姐姐请安了 姐姐 昨晚这是没睡好啊 这么憔悴 听说昨晚王爷 让王妃滚出去 也不知道是哪个多嘴的下人说的 真是委屈王妃了 你们 确实有够多嘴 不过呀 不过呀 他们并不知道 今日王爷 还要我一同就请 这些呀 也不好和妹妹们说哦 王妃 妹妹有些水土不服 先回去休息了 姐姐姐和王妃这么好 那我就放心了 放心吧 不行 得尽快想办法 让那个渣男爱上我 出来 出来 王爷 洗澡呢 用不用无心给您搓背啊 王爷 这是想让我跟你一起洗吗 好啊 这么好的水 别浪费了 给我滚 我不管你是谁派来的 在本王的王府 好好做你的王妃 不要想方设法接近本王 滚出去 你说这冷王的府邸 真好啊 真好啊 见过皇上 嗯 站住 你是哪家的小姐 这一看有点眼熟啊 好像是我给冷王封的妃子吧 怎么样 我眼光不错吧 你适不适喝多了 哎 你喜欢呢 要不这样 让她做你的妃子 如何 好 那臣弟就不客气了 我的王妃 跟我走吧 住手 你怎么来了 我来你这府上参观参观 莫玉 吩咐下去 以后齐宣王 不准踏入王府办 是 哎 三个三个 那真总可以来参观吧 皇上 属下发现那边有些好玩的 要不 我带您过去 走走走 哎 走走走走 本王还真是小瞧你了 勾引齐宣王 你觉得我勾搭了 我就勾搭了呗 从今日起 不得尽失 好 好了好了 你们都下去吧 东西都被你们吃光了 走啊 快走 小叶 想看着我 门都没有 应该没过期吧 就你了 这个应该也没过期 再拿一杯可乐 不让我吃 我也有 真香 既然敢忤逆王爷 那我们就让王爷看看 王妃是如何偷吃的 哎 看看有啥好吃的 吃点什么呢 泡面 再拿点 就你们了 王爷 要不要吃 我独家秘制的泡面 和小吃啊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说 从哪弄来这些东西 我变魔术变得不行啊 要烟火中 最好把这些东西收起来 以后要是让我再看到这些东西 本王一定杀你了 有什么了不起 就吃 嗯 本无心 抢我的男人 等着瞧好了 听说昨日 王爷又把王妃打了 王妃也是够可怜的 你别八卦了 要是被主子听见 可就惨了 王爷去那班无心屋里又怎样 还不是看不上他 我看王爷这回 是彻底看不上那班无心了 行了 这个狐妹子敢和我抢王爷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 班姐姐 昨日的事我已经听说过了 这是我在娘家用的药膏 效果不错 妹妹有心了 我没事的 你说这冷王 不去我们房间就算了 选妃这么久了 她连你的房间都没有去过 老王是不是有问题啊 妹妹 休要胡说了 这话要是被有心人听到了 你又该惹来画饼了 我又不怕 那不是王爷吗 怪不得王爷不去你房间 原来他跟郡主表面的关系不一般了 这个郡主可真是头坏松霸 这死渣男 看了晚上怎么收拾你 莫玉 王妃 你家王爷呢 王爷有事出去了 应该一会儿就会回来 王妃是要给王爷送茶吗 要不属下帮您送 不用 我自己在这儿等她 你下去吧 好 我就在这儿等你 我就不相信你不喝 好 这个臭王爷还不回来 烦死了 先回去睡一觉 好 肚子怎么这么疼啊 难道吃太多了 好 我怎么这么蠢啊 自己下药自己喝 好 姐姐 你 哟 这还有个人呢 我还真没看到啊 还不扶我一下 发手 明さん 站好 王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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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玉啊 哎 今日是什么节 今天好像是一年一度的花灯节 据说都是小情人 怎么了王爷 情人 王爷 你没有老婆你有我呀 我陪你 既然班无星这么不想在府上安分待着 那今日就送他彻底无脸留在府上 你去告诉兄长 留他一条命 找几个大汉好好伺候自好的 是 姐姐你看那个灯真美 是啊 一年一度的花灯节 真热闹牙 哦对了姐姐 我要去布寺房做新衣服 你陪我一同请去 对了 我想去请雲转一转 一会儿我来找你吧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这李荣怎么还没来啊 小妞儿 小妞儿 小妞儿长得不错呀 陪大爷玩玩啊 我看你们是找死 大哥 这娘们儿挺横啊 要不我先搞搞她 姑娘 身手不错嘛 既然与姑娘这么有缘 不如跟我去酒楼喝一杯 关你屁事 你不会真看一张老王了吧 那个面探脸不值得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你 还是你皇嫂 本王的正妃 若是再有下一次 墨玉 你这剑 好久没见醒了吧 王爷 不是你看见的那样 不用向本王解释 墨玉 在 送王妃回去 另外 一个月不准出府 王妃 请吧 王爷 他在不在意我 不在意我有啥错 在意我 见过王妃 这几位 是王爷派属下给您带的丫鬟 服侍您日后的生活 替我谢过您家王爷 应该的 那属下先告退 好 见过王妃 王爷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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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说什么吗 王妃让我跟您说 谢谢您 没其他话了 没 没有 没有了吧 说什么了吗 我 我不管你们是让王爷派来照管我 或是来监视我的 既然从今以后 你们是我房里的丫鬟 那我就给你们取名 春儿 夏儿 秋儿 冬儿 谢王妃赐您 春儿 夏儿 秋儿 冬儿 谢王妃赐您 从今以后 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 只能对我一个人忠诚 不然的话 我就让你们后回来到这里 不过嘛 只要你们做到了 我就会视你们为姐妹 是王妃 来 来 来 好高啊 可以啊 真好玩 嗯 好不好吃啊 以后我会对你们更好的 好 这王爷有令 一个月不允许姐姐出去 也不让我们来看姐姐 这不 皇后娘娘昨日赏了我一些小吃 我带来给姐姐尝尝 你莫不是心虚吧 姐姐说笑了 我心虚什么 那一支事 最好与你无关 不然 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对不起王妃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最好是 若是没其他事 你们先退下吧 装什么装啊 王爷都不待见你 有什么好装啊 王爷待不待见我 你怎么知道 难不成 你在王爷身边安插了眼线 你说 我要不要和王爷说一声啊 你 把你捧在手上 只是一个梦想 走进你的心里 你们两个下去吧 是 你来干嘛 这是本王的王府 本王还不可以随意走动吗 王爷 你别告诉我 你偷偷跑来看我 是不是对我感兴趣 本王就是对只狗感兴趣 也不会对你感兴趣 本王只是来看看你老不老实 王爷放心 暂时还没想过给王爷戴绿帽子 等我想的时候 一定告知王爷 板无心 你找死 王爷 这话就庆慕说了 果实了 你松开我 松开 你松开我 来人 给我看住王妃 一个月不许沾昏 你 你竟敢打我 走 王妃 王妃 我没事 你们先出去吧 下手真狠 就你了吧 嗯 这也挺好吃的 啊 这灵旗吃了几日 脸都快吃绿了 这还辣椒炒辣椒 什么呀这是 王妃 要不我去厨房给您偷点肉 别了 你要是被抓了 那可就惨了 你先下去吧 这个时候 你先去做 你先去做 一切 你先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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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姐姐 王妃 你们怎么来了 这不是听说王爷 让姐姐只能吃素 妹妹今天给姐姐 带来一些小吃 但吃起来丝毫不差肉食 妹妹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我平日里的素食 都有各房里的丫鬟准备 妹妹还是拿回去自己吃吧 难道王妃是怕柔姐姐的吃食不干净 王妃可没说 怕不是你们心虚了 你少小人置信 妹妹好意却让姐姐误会了 我们走 姐姐 这就是黄鼠狼给其拜年不安好心 继续 好 来 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谢谢你所有的心愿 王妃 怎么了 没事 刚刚看到一只大耗子 被我吓跑了 哦 我们继续吧 嗯 站住 哟 王妃姐姐这是要去哪儿啊 有必要告诉你吗 那倒没有 不过王妃姐姐要是去找王爷的话 还是改日吧 还是改日吧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还不明白吗 王妃 这还送不送啊 不送了 我们留着自己吃 走吧 属下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刺划当真 千真万确 昨天那个死变态到底是不是他呢 他想干嘛 难道已经怀疑我了吗 王妃 王妃 这么热的天 吃点水果吧 走 回屋吃 王妃 你吃点吧 我先不吃了 你拿这些给姐妹们分了吧 谢谢王妃 有事啊 怎么 没事 就不能在王妃屋里了 王爷这是舍得离开 柔妃的房间了 王妃 这是吃醋了 我猜没有 也是啊 王爷也该为王府 留过后了 你也该有个孩子了 王爷 若是想在我房间发呆 那就请自便 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忙 你到底是谁 你不是知道吗 没事吧 我还没有想在我房间 你一定能承稿 你这品 injust 我一直没有他的 我是你 您一直没有想在你 你 你 我一直没想在你 我一直没有想到 你 王爷 这是王妃亲自为您煮的粥 让我送过来 要不要属下帮您食毒 不用 不用 味道如何呀 这里有多 什么东西王爷这么爱吃 去看看 让我说 王爷是爱上王妃了 还没让我们家王妃 给她送小吃 春儿姐 王妃每天都送的什么呀 我也不清楚 都是王妃自己准备的 王爷王妃感情越来越好了 真是开心 天天吃 天天吃 不会吃你啊 我跟你来点不一样的 应该还能吃 应该还能吃 你说班无心给王爷下毒 才让王爷每日想吃他送的东西 我必是看到王妃拿着白色粉末的药品往食物上的 好啊 明日我就让王爷亲自撞进 王爷 听说这会儿王妃正在给王爷做好吃的吃食 臣妾想尝尝王妃的手艺可否请王爷大臣妾一同前去 你去干嘛 王爷 臣妾一心只是想学学姐姐的手艺 好日后也做给王爷吃 求王爷了 好吧 那一起吧 王妃这是在干嘛 不会是给我王爷下药吧 你在胡说什么 王妃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下去长嘴 是 王妃这是干什么 难不成 王爷真认为我在给你下药 王爷 王妃怎么可能毒害你呢 可能是我们误会了吧 既然王爷这么不信任我 那日后就不给王爷做了 免得被隐姓人冤枉 你过来 就不想把把我的高僧 听到说是你了吗 那的事是小姑娘 王妃怎么回事 给你找到 我对了 公子已不认用 你们几个 把郡主带出去 你个狐媚子勾引我表哥 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王爷为何这么看着我 你一定要这样看着我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说昨晚王爷在王妃那儿过夜了 看来是时候除掉了 姐姐放心 不出三日 我定要她见不到这世间 姐姐 你怎么来了 姐姐 这是前几日去不私房做的 给你也做了一件 不知道合不合身 妹妹太客气了 那日我未看妹妹前来就先离开了 妹妹不会怪我吧 姐姐要不提我都忘了呢 那日做完就恢复了 不忘记叫姐姐了 客气了 那妹妹就先不打扰姐姐休息了 嗯 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 你就不碰你 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 女朋友 下长 吃 等会儿 到底能出来 王爷 这个时间段来我房里 有事啊 王妃 这里只有你一人 王爷这里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难不成还有野男人哪 王妃不好了 啥事啊 都不是外人 萧姨娘房里昨晚 睡了野男人 现在所有丫鬟和家庭 都在他房门口议论呢 不好 王爷 要不要去看看呀 人呢 在窝里 王爷 不是这样的 一定是你 你陷害我 昨晚他明明去了你房里 萧妃 切莫胡说 秦姨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 被抓到 就又想来陷害我 王爷是不会相信你的 是吧 王爷 萧妃不守负导 拖出去 姐姐我不想死 你要帮我 我怎么帮你 没想到你能做出这种事 我是被帮无心害的 你要相信我 放心 你死也后 我快帮你报仇了 莫玉 王爷在里面吗 容妃先回吧 王妃也在里面 我已经表明心意了 柯柔飞 要是还不相信的话 直到我今日没来便是 等等 说说你接下来想怎么做 王爷最宠爱鲜飞 要不我们 姐姐 听说 过几日就是仙王妃忌日 我们要不要 替王爷操办一下 你想怎么办 仙几日听说 萧妃被王爷抓住 但恐怕王爷会怀疑姐姐 你什么意思 我知道姐姐聪明 姐姐 我当然相信姐姐 不过王爷不相信 不如趁这次机会 姐姐讨好王爷 这样也能够 我以后更好相处 不是吗 王爷您没事吧 把仙王妃的坟抛开 让王爷带着班无心去 这 别忘了 你弟弟还在我手里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谢谢你所有的心愿 无论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必须是什么结局 王爷 你若不是把我当仙王妃了吧 你把这个放到班无心的饭菜里 我不能这么做 害什么 我站着飞会帮你 王爷 王妃在吃什么好吃 王爷这是闻着味儿来的呀 本王就是来看看 王妃每天备着我 到底吃什么好吃的 这些都是夏儿拿过来的 等等 什么 为什么夏毒 夏儿不知 王妃 你要相信夏儿 我也是从春儿姐姐手上拿来的 王妃 王妃不好了 春儿姐跳河自尽了 什么 这是想害死我了 不行 我得想办法赶紧离开 已经把班无心送到仙王妃的坟前了吗 是的 走 我们去瞧瞧 王爷 仙王妃的坟被人动了 我们在四处巡查的时候 发现了柔飞 获盖 谁让他自作多情 作茧自负 接下来个怎么办 离开这个地方 永远都不要回来 站住 准备去哪儿啊 王妃 你实在是太想他了 有时候看见到你 就会以为他还活着 王爷说的他是谁呀 他是本王永远的王妃 是本王孩子的母亲 王爷 为你写写你所有的心愿 无论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王爷 你没事吧 没事 可能最近有些乏了 姐姐 听说昨日 柔飞轰了 妹妹好算计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姐姐 是他诬信我 他是司徒柔的人 你不会信他 不信我吧 不是你吗 就算你知道又如何 我就不信 王爷只信你一人之说 若我说 我就是若无忧 你说王爷他会信吗 你到底是谁 万王儿信你 无忧 是你 王爷 既然王妃想要本王的性命 那便如他所愿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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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杀人了 三个又死了 三个又死了 王爷 把他给我压下去 你来了 我又输了 当初不是我害死我们的孩子吧 但确实是我的事 没有保护好你们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会好好护你 皇后姐姐 快斩了他吧 皇后 求你放过他 我也放过他 冷王 希望你能遵守你的诺言 我们走 皇后姐姐 你又放走他们了 皇后姐姐 你又放走他们了 皇后姐姐 不关多远的距离 王爷 我们彼此的约定 我们彼此的约定 不想起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什么所有都给你 什么所有都给你 生活在你的诗言 为你试试你所有的信念 永远到说 此事所求 不过翻云 不予厮 不予厮 求若不得 彼此的约定 我相信 荣儿 兜兜转转这么几日 你还是回到本王的身边了 这不刚好便宜你了吗 如果让三哥知道我虑了他 他的表情肯定很精彩 王爷 荣儿想请你一件事 好啊 我喜欢 胆肥了是吧 竟然偷偷摸摸进本王房间 本王妃今日 就是来告知你的 从今日起 本王妃要与你同住 这不是商量 是告知 从此 你别想要占有其他女人 你是怎么进来的 你是怎么进来的 你想干嘛 不好了王爷 席轩王她和王妃 席轩王她和王妃 吴仙 你没事吧 站住 你怎么来了 我求求求你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放过我 我下半辈子为你做牛做马 再也不会跟你讲男人了 小孩子才能做选择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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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命中注定要在一起的 等你头发发白 我还要陪着你 好 我冷宣尘认定了 此生不患 我既是为你报仇了 我现在就来陪你 你实在是太想她了 有时候看见到你 就会以为她还活着 既然王妃想到本王的幸福 那也如她所愿 当初不是我害死我的孩子的 但确实是我的失误 没有保护好你了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会好好护你 我们生命中注定要在一起的 等你头发发白 我还要陪着你